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遗产规划 制定遗嘱与信托 确保财富顺利传承 纳摩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预算制定 设定短期与长期财务目标 合理分配资源 当然可以 预算制定就像是为一场盛大的宴会做准备 想象一下 你要举办一个派对 邀请了所有的朋友 你希望他们都能享受到美食 饮料和娱乐 但如果你没有合理的预算 最后可能会发现你只能提供方便面喝水 甚至连水都不够 短期与长期财务目标 首先 我们来谈谈短期和长期财务目标 短期目标就像是你派对上的小吃 你希望在派对开始前就准备好 比如说买一些薯片和饮料 长期目标则是你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实现的事情 比如说买一栋房子或是环游世界 短期目标 这些通常是你在一年内希望实现的目标 比如说存下足够的钱去参加一个音乐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你可能需要每个月省下50美元 避免那些诱人的外卖 长期目标 这些目标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实现 比如说退休后的生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你可能需要每个月存下更大的一笔钱 甚至考虑投资 合理分配资源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如何合理分配资源 想象一下 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派对的开场牌上 结果却没有钱买食物和饮料 那就尴尬了 预算制定的关键在于优先级 一评估需求 首先列出你所有的财务目标 然后评估哪些是必须的 哪些是可以推迟的 比如说买新手机和存钱去旅行 哪个更重要 二制定计划 一旦你确定了优先级 就可以制定一个计划 比如说每个月存下固定金额 确保你在派对前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料 三灵活调整 生活总是充满变数 预算也需要灵活调整 也许你突然发现 自己需要为朋友的生日派对买礼物 没关系 只需从其他预算中调配一些资金 有趣的故事 让我给你讲一个关于预算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非常喜欢旅行 但总是抱怨没有足够的钱 于是我建议他制定一个预算 他开始每个月存下100美元 结果在一年后 他终于攒够了钱 准备去欧洲旅行 然而 在他出发的前一天 他发现自己在网上看到了一款新款手机 价格正好是他一年的存款 他犹豫了 最终决定买手机 结果 他的旅行计划泡汤了 这位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 预算不仅仅是数字的游戏 更是优先级的选择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结论 总之 预算制定就像是为人生的派对做准备 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 合理分配资源 灵活应对变化 才能确保你在派对上 不仅有美食和饮料 还有值得珍惜的回忆 记住 生活就像一场派对 预算是你最好的DJ 能让你在欢快的节奏中 舞动人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税务规划 了解税收政策 合法减轻税负 增加净收入 当然可以 税务规划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既需要技巧 也需要对节奏的把握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有一天 一位名叫小张的年轻人 决定要在税务规划上大展拳脚 他听说过合法减轻税负的说法 心想 这听起来就像是找到了一条 通往财富自由的捷径 于是 他开始研究税收政策 试图找到可以利用的漏洞 小张首先了解到 税收政策 就像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里面有许多的插路口 和隐藏的通道 他发现 许多国家都有针对特定行业 或活动的税收优惠政策 于是 他决定投资于可再生能源 因为他听说 政府对这类项目 有很多减税政策 小张兴奋地去找了一位税务顾问 想要确保自己 能合法地享受这些优惠 顾问告诉他 小张 税务规划不仅仅是找到减税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你的收入来源 支出结构 以及未来的财务目标 小张点了点头 心想 这听起来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 于是 顾问给了小张一些实用的建议 比如 利用退休账户的税收优惠 合理安排投资组合 以降低资本利得税 以及在合适的时机进行资产转让 小张听得津津有味 心中暗响 这就像是在玩一场策略游戏 谁能更聪明地规划 谁就能赢得胜利 不过 小张也意识到 税务规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他开始定期与顾问沟通 调整自己的策略 确保自己始终在合法的框架内运作 渐渐地 他的净收入开始增加 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 有一天 小张在聚会上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朋友问他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小张笑着回答 我在合税务政策跳舞 合法减轻税负 增加净收入 感觉自己就像是个财务舞者 朋友听了哈哈大笑 心想 这小子真会调侃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税务规划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数字游戏 而是一个需要智慧和策略的过程 了解税收政策 合理利用各种优惠 才能在合法的框架内减轻税负 增加净收入 记住 税务规划就像是一场舞蹈 跳得好 才能赢得掌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遗产规划 制定遗嘱与信托 确保财富顺利传承 当然可以 遗产规划 听起来似乎是个严肃的话题 但其实它就像是一场人生的最后一场派对 只不过这场派对的主角是你的财富 而你则是那个精心策划的DJ 首先 让我们聊聊遗嘱 遗嘱就像是 你给未来的家人和朋友写的一封信 告诉他们 你希望如何分配你的财富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遗嘱 你的财富就像一场没有主持人的派对 大家都在争抢蛋糕 最后可能会闹得不可开交 你可能会发现 原本想给孙子买玩具的遗产 最后却被远房亲戚 拿去买了他们的奢华游艇 所以 制定遗嘱是确保你的财富 按照你的意愿分配的第一步 接下来是信托 信托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宝箱 只有你指定的人才能打开 通过信托 你可以在生前就设定好财富的使用规则 比如说 我的孙子在25岁之前 不能动用这笔钱 除非他能证明自己已经学会了做饭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保护财富 还能确保 后代在使用财富时更加谨慎 有趣的是 很多人对遗产规划的态度 就像对待健身计划一样 总是想明天再开始 但实际上 越早开始规划 越能确保你的财富顺理传承 就像你不会在最后一刻 才开始准备生日派对 遗产规划也需要提前布局 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位老先生在临终前 决定给他的三个孩子 留下一笔遗产 他在遗嘱中写道 我把我的财富分给你们三人 但只有在你们能一起合作 完成一项任务后才能领取 于是 三个孩子开始了合作之旅 结果他们发现 原来一起种花 修理房子 甚至一起做饭 竟然让他们的关系 变得更加紧密 最终 他们不仅收获了财富 还收获了亲情 所以 遗产规划不仅仅是 关于财富的分配 更是关于家庭关系的维护 通过制定遗嘱和信托 你不仅能确保财富顺利传承 还能在这个过程中 增进家庭的凝聚力 总之 遗产规划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排队 确保每个人都能在你的财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记得提前准备 别让你的财富 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 乱成一团哦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几个重要的财务规划主题 包括预算制定 税务规划和遗产规划 通过一些风趣的比喻和故事 我们认识到 无论是为派对制定预算 还是在税务迷宫中跳舞 甚至是为财富的最后一场派对做好准备 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总结一下 我们的财务生活 就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派对 预算制定帮助我们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 合理分配资源 税务规划则让我们在合法的框架内 找到减轻税负的方法 而遗产规划 确保我们心爱的财富 能够顺利传承给后代 深入分析后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财务规划不应该是个沉重的负担 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就像在派对上 我们总想让每个人都高兴 理性的财务规划 同样是为了让我们和我们的家人 生活得更幸福 我们需要提前布局 灵活调整 才能在生活的舞台上尽情舞动 在此 我承邀各位观众加入讨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财务的派对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舞步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